十号的晚间在台南国庆晚会的烟火可以说是璀璨夺目 而光复乡双十国庆的夜晚则是灯笼光亮绵延 原来大富春以及马太安部落的族人 为了从拾同年双十国庆家家户户挂国旗 提灯笼游行的庆祝盛况 自发心地办理一场提灯笼游行庆双十的活动 也吸引了上百人提着灯笼游行同庆同乐 当晚六点多大富社区大人小孩提灯的提灯 拿火把的拿火把 在小谷队的带领下欢喜锣鼓的游行庆双十 灯笼火光照亮大富春每条大街小巷 现场一片喜气 我看你 我看你 同样是庆祝双十国庆游行 尽头来到马台湾部落 每位族人各个卯足全力 不论道具灯笼造型五花八门 搭配着古老的爱国歌曲一起提灯游行 充满了复古的气氛 让人仿佛回到了台湾60年代的世界相当特别 光复乡去年 开始南边的大富春与北侧的马台湾部落 有感于现今社会对双十节五感冷漠 因此特别自发性地办理双十节提灯游行活动 唤起大家儿时庆祝双十节庆的气氛 也凝聚村落居民的情感意外获得了地方热烈回响 因此今年度再度扩大办理 让国庆日欢乐气氛散播出去 我们今天晚上对小朋友能够像我们小 我们现在要回味我们小时的事情一样 对我们整个部落都好事情 真的谢谢各位的参与 尤其我们冰事队的 冰事队的比国际游行的游行 也拉近彼此的情感 共同为社会部落乃至于台湾社会各项重大议题 能多一些参与与关注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